弟兄姐妹,大家早 今天我要再次跟大家一起来看诗篇 九十二篇 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实学的业绩和色 用情堂优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心 这本为美事 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守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初类人不晓得 以往人也不明白 恶人猫生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 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唯有耶和华是至高 直到永远 耶和华 你的仇地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山 一切高级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背心流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仇地照报 我耳朵所听见那些起来 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一人要发旺如棕树 深藻如黎巴嫩的香薄树 他们在以耶和华的殿中 发旺在我们神的宴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 乃要结果子 要满了之降而长发青 好显明耶和华是正子的 祂是我的磐石 在祂毫无补义 愿上帝亲自祝福祂的话 弟兄姐妹大家早 那我们发现呢 这诗篇呢 就是被称为安息热的诗篇 那它是让人在 安息热倾听神的时候 来歌唱的 那安息热最好的 是我们要做什么呢 当然莫过于呢 用诗歌来歌颂神 赞美神 因为有好几方面的诗 值得我们在安静中心思想 和歌颂他的 所以今天的主题称为歌颂神 首先 我们发现呢 称颂神是什么呢 是一见美诗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作者就有提到 那诗篇有很多呢 都是赞美诗的话 你会发现 接下来我们 就需要看诗篇下去的时候 就很多赞美你的诗歌了 那它是提醒我们呢 属神的人 我们要尝尝的赞美神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第三节说 这本为美事 所以弟兄姐妹 赞美神 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们赞美神呢 首先是我们自己心灵 得着了轻快 同时呢 也会蒙神所喜悦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 在赞美的时候 无论用什么业气 都要是优雅的 庄严的 太困乱的话 疯狂的 就不合神的心意了 那 我们要赞美神 什么的 在哪一方面 我们要赞美神 第一 我们发现呢 这里说呢 我们要称颂神的名 第一节说呢 称颂耶和华 歌颂之高者的名 那 所以我们发现 神的名 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呢 祂的名 本身 就已经说明了 祂的本性 祂的本质 祂名称为 耶和华 对不对 就已经告诉我们 祂是自由拥有的 是永恒的 永恒的神 祂就会赐我们永生 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 岂不应赞美祂吗 耶和华上帝呢 每一个名字 都有宝贵的意思 如果呢 你我 如果我们很详细的思想 却是相信 所以呢 不能不喜地 涌上心头 忍不住地赞美祂 第二呢 马显正的作者就说 早晨传扬你的慈爱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 要称颂神的慈爱 而且是以歌颂时的慈爱 作为一天的开始 那我们 以什么来开始每一天呢 所以作者就提醒 我们要以传扬神的慈爱 来做开始 那就是说 以思想神的爱 来开始每一天的生活 是的 每一天 我们能下床 上床 其实也是神的恩典 有好多人 可能 他晚上一睡觉 白天都只醒不来 今天我们能够早上起身 有这样好的精神 其实弟兄姐妹 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慈爱 因为 这些 我们可以说呢 都不是必然的 那如果我们以思想神的慈爱 来开始一天的话 那我们心中就会怎么样 会充满着喜乐 那这样的 这一天你一定活得很轻快 对不对 活得非常美好 毕竟许多事情 能否好好处理 都是受我们的心境来影响的 也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这个态度 整个思想来开始 所以呢 有人说呢 有人说一年之际 一年之际就是在于春 那么一天的一个开始的 就是在于早晨 第三呢 我们要称颂 除了称颂神的名 称颂神的慈爱之外呢 第三是称颂神的信实 那这是以歌颂神的信实 来结束 每一天 第三节说 每一夜传扬你的信实 那第三节一天结束时 当我们静静的 安静的下来 细算的时候 你会发现神是信实的 对不对 祂带领你度过的一天 即使遇到不如意的事 祂还是在你身边 支持你度过 祂在暗中呢 就明确的保护了你 为什么呢 因为祂是信实的 所以睡觉前 我们岂不应赞美祂吗 那第二大部分呢 从第四节就开始就说了 作者要我们称颂神什么呢 祂奇妙的作为 所以 世人呢 或者是作者赞美神 是因为他发现 神有作为 所以弟兄姐妹 当人发现 神有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呢 我就必然大大的赞美祂 那我发现了 有三方面 首先就是 神的作为呢 使人高兴 那第四节在这里 就有提到说 因你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 守的工作欢呼 那作者看见神的作为 他就经不住的高兴 欢呼起来 喜乐欢呼起来 因为 神的工作太奇妙了 常常使人想不到 也测不透 上帝的作为 太浩瀚 太浩大了 浩瀚的宇宙 奇妙的万物 真说出 神工作的 伟大跟这个大子 所以同时 祂的作为呢 就叫人 扯不透了 因为祂的心思 即 心思呢 极其身 所以弟兄姐妹 人怎么 怎么会想到 祂是借着死去 来败坏 那长死前的魔鬼呢 对不对 那人怎么会想到呢 祂是罪人得救 只是 只简单的 应作性 人 若是靠行为 行善才能得救 那么人 就永远不会得救了 勇士 就不得超胜 因为人 永远没有办法 完全 这只是祂 祂作为的一个 两个的 两个作为而已 还有其他 就是数算 不清的工作 跟作为 发生在我们的作为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能不赞美神吗 提供姐妹 所以祂就是 使我们 高兴的眼音 跟赞美的眼音 第二呢 神的这个作为呢 是一些 以往人的不知 这里说呢 除类人 不晓得 以往人也不明白 但稀奇又可惜的是 神这样的作为 有些人还是不晓得 为什么 也不明白 什么人不晓得呢 就是那些除类人 除类人意思是说 那种没有教化 粗鲁的人 以往人呢 也不会明白 这里呢 也就是指那些 自以为聪明的 他们不是不聪明 只是说 对有关上帝的事情上呢 他们就不聪明 他们不想去认识神 他们把自己的心塞住 故意的塞得紧紧的 自以为很了不起 所以呢 他们的心就不敞开 不想去认识真实 其实人呢 持着自己的聪明 而变得顽固不化 怎么样讲也 讲不尽其 他们正应验的 实际所说的 主教有智慧的 重要自己的诡计 又说 主知道智慧人的 意念是西方 就记载在 哥林托前书 三章二十节 所以 真的可怜这些人 他们到头来 被自己的聪明 悟了死 第三呢 神使恶人受报 从第七节到十一节 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 恶人貌生乳草 一切作孽之能 发妄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之道永远 弟兄姐妹 恶人受报 也是死能作为 我们常见恶人发妄 作为作父 他们有时候呢 得意忘死 可是呢 绝对没有一个恶人 能长久得死的 那不能永远得死 他们得意的最高峰 正是他们要 败亡的时候的来到 神不会让恶人 长久得意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这里说 第八节 唯你耶和华 是至高 至到永远 因为这位至高神 祂掌权嘛 祂掌管一切 神是至高的掌权者 怎会容让恶呢 弟兄姐妹 你相信吗 那我们再看 第九节这里说 耶和华 你的仇敌要灭亡 一切作孽 也要 离善 你却高极了 我的脚 如眼人的脚 我是 被心有 高了的 我眼睛看见 从这照报 我耳朵听见那些 起来攻击 我的恶人受罚 弟兄姐妹 这是做着自己 经历神的作为 那些 对他的恶人 都会慢慢的 一一受报 有些在他眼前受报 有些 折在别的地方受报 他们被神对付 为什么神要对付他们呢 因为他们也是神的仇敌 那就是说 作者是站在神的那一边 是行神的路的 所以当人与神同行的时候 要陷害他的人 就等你 或者是等同是对付神的 弟兄姐妹 这样的人 神自己会胜手的对付 所以我们应该大可放心 神必为我们圣燕 最后呢 我们看到 就是 作者就提起呢 称颂神呢 是赐福义人的 那他说呢 他说我们要赞免神 是因为神赐福给义人 这三节说 义人就 被栽在神的殿 他说呢 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 发王在我们神的宴里 那弟兄姐妹 栽在神的殿中 是最有福的 那什么意思呢 他说 这些人呢 不单是被保护的 而他们更是能够发王的 他们发王如棕树 生长如黎巴伦的香薄 香薄是什么 香薄是一个 很高大的 很强壮的 而且会发出香气的 意思说呢 是神用来装饰圣殿的 一个材料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 这是多么有福的 谁能有 谁能有这机会呢 唯有属神的义人 才有份 所以我们必备神 大大的使用 而且呢 神会使我们 是庄大的 强壮的 然后为他发出 基督的香气 第十四节说 义人会发王到怎么样呢 发王到年老 哇 太好了 他就说 他们年老的时候 哪要结果是 要满了 之降而 常发青 弟兄姐妹 这是多么有福的 通常来说呢 人老了 就没有用 对不对 你会发现 你老了 你没用了 可是呢 神的恩典 就是这样奇妙的 与神同情的人 虽然到了年老 他们仍能发青 诶 那能结果 那能满了 这个 职降来供应人 使人享受 所以弟兄姐妹 你发现 有些年长的长辈 在教会弟兄姐妹 他们是敬畏神的 爱死的人 你会发现 他们的生命 还是如此的发青 如此的结果 常常给到 给年轻人看到的时候 就会 生受尊敬 然后他们所说的一切 都会给人 带来鼓励 找这个安慰 这个就是 仍能发青 仍能结果的意思 所以 他们仍然有用的 这都是因为 神的恩待 神赐的福 因为 神是他们的盘事 是他们的义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看见 这些义人 能这样的发望 到老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赞叹神 真的是义人 神的作为 神自己是义 也要赐福给义人 所以他的信实 真的是无边 他的信实 真是广大 弟兄姐妹 好不好 这时候呢 我们来到 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啊 早晨 当我们起身的时候 你要我们学习 来歌颂你 赞美你 晚上结束之前 你要我们来 谢谢你的信实 来感恩你的信实 主啊 真的 当我们每一天 都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神你太奇妙了 你每一天带领我 虽然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有不一样的形式 有时候可能我们会伤心 遇到一些挫折的事情 但是我们还是发现 你的手还是带领着我们 是吧 当我们看到天空 海洋 那个浩瀚的宇宙的时候 我们心中 怎能不发出赞美来呢 当我们看到你 奇妙的一切 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心中 怎能不 起来歌颂赞美你呢 主啊 我们一生人当中 太多的事情 是有太多的理由 所以我们知道 曾经 有一首诗歌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 来赞美你 的确主 不止一万 甚至超过了一万 主啊 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你实在 对我们非常好 而且你的心识是广大的 主啊 今天早晨 我要再一次 叫我的心识一年教头 教导我 成为一个懂得赞美 歌颂你的人 主啊 来数算你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 主啊 我谢谢你 我也求你 带领我 这一整周的生活 让我的开始 这一周的开始呢 能够都开始 把我自己 叫在你手中 我相信你 这一整周 一定会带领我 走在你的旨意里面 谢谢主 我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生命 祈求 阿们 弟兄姐妹 sādhitsufuni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